欢迎您好 欢迎收看11月21日的东森财经晚报 我是汪卫婷 来看到这个真的很夸张 这个人的厕所居然铺了一个好大洞 原来是因为隔壁在抓漏 但是民众就指控要求工程行来负责 对方却不理 但是对方却说是你们应该要报警 厕所紫砖掉落 隔壁的水泥碎裂 谁知还铺大洞 隔壁想要早逼偷光 也不该找厕所 两边洗澡不就被看光光 这是住在新北三重郑小姐的家 隔壁抓漏 抓到她家的厕所破了大洞 因为我当初在上班 可是我妈却打给我说 我们家的厕所被打一个洞 那我也是很惊讶说 抓漏就抓漏 怎么可以打一个洞过来 那本来是一个洞 那后来就是越来越大 走进郑小姐的厕所 洗脸槽底下已经先用砖头 暂时先封住 防水瓷砖却还没贴上 好好的厕所变了个样 郑小姐骂工程行 还不负责 老板就是态度很恶劣 就讲说打到这个是刚好 那抓漏本来就是会打穿 那我也觉得很夸张 我自己做的设计师这么久 我不知道这个是正常的 什么就给它补起来而已啊 所以会帮它贴好瓷砖 对对对对 因为抓漏要一点时间嘛 这个你可以去报警啊 你现在就可以去报警没关系啊 我觉得这个厂商 真的态度很不OK 我叫她报警啊 她态度也不好啊 原来郑小姐这洞有漏水状况 后来发现是隔壁在漏水 但抓漏会这样打穿 是因为郑小姐跟隔壁 脸盆底下的水管是共管 通常抓漏会抓到破洞吗 其他专业师傅说 有可能啦 我说两个管子是靠冷静 我们会在挖的时候 我们尽量小心一点点 那真的是挖破的话 我们还是会帮对方负责 郑小姐只希望工程行能复原 贴好防水瓷砖 不要事后不理 斗争新闻杨上瓶 卓金国刘敏轩台北报道 现在国境解封了 民众真的好想要出国 但出国机票真的很贵哦 廉价航空来回大阪的机票 竟然要价进新台币四万元 专家就透露了 主要是因为阶梯式票价倒置 2023年农历春节将是台湾开放边境以来 第一个春节假期 民众想要飞出国 但是现在票价实在是涨翻天 举例来说 廉价航空来回大阪 就得花上将近新台币四万元 旅游搭人表示 疫情前春节飞日本就要二到三万 主要是因为廉价航空才接梯制 因此约多人想买机票就越贵 加上疫情之后 运量和班次都比先前少 但乘客却变多了 才会有涨价状况 传统航空虽然也是阶梯制 但是依据仓等不同 而有不同票价 甚至还有可能比连航便宜 而各大企业也开始启动员工旅游计划 明年日本各城市赏银团 询问度也很高 已经有企业下定要包三四月的赏银团 而机票价格取决市场需求 但要买到2019年的价位 专家认为可能性不高 东西新闻中和报道 日本高冷气拉面 伊兰拉面深受台湾的民众喜爱 但今天早上突然宣布了 因应成本的上涨 下个月要开始涨价 根据了解 伊兰拉面一碗最基本的款 没有加任何的配料 就要价288元了 如今再寒涨 现在考验的是 民众对品牌的忠诚度 Q弹面条浓郁汤头 日本知名品牌伊兰拉面 深受许多台湾民众喜爱 来台展店即将满五年 店门外经常都是大排长龙 等待时间至少40分钟起跳 但今天早上却突然在官方粉专宣布 因应商品原物料 人力等营运成本持续增加 将从12月1号上午10点起 调整商品价格 但根据了解 伊兰拉面基本款 没有加点任何配料 就要288元 如今要涨价再度考验民众的品牌忠诚度 还有网友认为近期日币贬值 在日本吃还比较便宜 伊兰拉面目前在台湾有三间分店 台北两间台中一间 涨价过后民众买不买单 还是未知数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疫情过后很多东西都在涨价 包括伊兰拉面 但我们台湾的热炒店 要怎么维持超过20年都还有百元的料理呢 我们就独家访问到了台北的业者猪老板 他就说过去的菜单 其实有八成都是百元料理的 但现在剩下大约是两成 靠的就是在成本中抓平衡点 保留像是炸水金鱼 炸豆腐等等26道菜 来吸引客人上门 爽口又下饭的蒜泥白肉 热炒店不只有这一道 很多一盘只要100块钱 有网友疑惑在20多年间 又听到百元热炒店 但为何现在依旧还有百元热炒呢 实际上我们仔细来看这菜单 只剩下部份选项是100元 我们以前是有 可能菜单里面80%以上 会都百元比较多 但是现在物价全部散涨之后 我们就变成 菜单里面10%到20% 才有那种百元的 从菜单上来看 100块钱的有26道可以选择 有和风野菜 凉拌洋葱 鲍鱼沙拉 石树这边有空心菜 高丽菜 低瓜叶 炒韭菜花 樱花虾炒饭或者是避风糖炒饭 热炒私房菜这一区可以选的有炸豆腐 麻辣鸭血 麻婆豆腐 香酥皮蛋 豆干炒肉丝 樱花虾薯条 瓦一盘只要一张100元超 光这样念一轮口水都要流了下来 毕竟万物其整还有瓦斯人力等等费用得花费 到底这样要怎么赚钱 老板说他们的份量可没变 有些成本 成本比较低的 成本比较高的 那我们就去 当然去抓平衡点 赚取中间那个小小的毛利这样子而已 对 还是会保留二三十道的百元 对 也是吸引客户 它这家店来说的话 它算是百元 可是它的就好比说这道菜 它的量已经超出到它的那个价位了 20年来菜单从8成变成大约2成 一盘100块钱 跟其他菜色加减互补 万物飞转的年代佛新价格引起话题 端新闻林尚玉 陈韵涵在台北报道 欢迎回来继续带您到桃园的龙潭 这里有一个地标叫做夜山楼 号称是龙潭的怪怪屋 因为它永远都盖不完 而且外形很特别 所以很有名 不过有民众发现这个怪怪屋 怎么开始有尖塔了呢 难道这个盖了三十五年的屋子 中午要收尾了吗 也引发了当地人的热议 外场贴满广告刊版 目测大约有十几层楼高度 占地九百多平 到底是唯美巴洛克市 还是古典中市傻傻分不清楚 但就是这独特外形吸引路人目光 桃园龙潭著名地标夜山楼 当地人说它永远盖不完 最近又有民众发现 夜山楼上面多了个白色小尖塔 偷偷长高了 夜山楼出现新进度 掀起当地人议论 有人说这奇特的外形 就好像霍尔城堡随时能够动起来 到底它盖的什么意义 我们也不大了解 但是这个屋主它是非常坚持 从年轻盖到现在 在第35年的夜山楼号称龙潭怪怪屋 是许多桃园人共同成长回忆 根据了解夜姓屋主本身就在做建材 整栋楼都是它一手设计承包兼工 及各种特色中日欧态式风格于一身 整栋建筑毫无规则 融合各种绘画雕刻等等 甚至砸了上亿元来盖 而最大亮点就是那没有扶手的旋转楼梯 一共有八层楼超级吸睛 那目前 该了解的话是这个是完全不会 一直都不会去完工的 所以会持续持续一直在盖 怪怪屋长相真的很怪 不少人都期待 永远都盖不完的怪怪屋 若真有完工那天 会是以什么惊奇姿态 与大家再次相见 东西新闻 黄启动 黄军园 郑晨淳 桃园报导 你能想象只花大概是130万元 就能买到新北市的套房呢 这个地点就在新北万里 有人开价127万元 要卖14瓶大的套房 换算成单价每瓶只要9万块钱而已 而且还能看到海景 其实这里所谓的度假宅 通常都是退休族群来自住的 或者是老板买来当招待所 大罗斑驳就连警卫室也废弃 这间位于万里的社区外表 看起来老旧 其实一进去别有洞天 不只泳池公社一应俱全 甚至还有绝佳景观 可以远眺基隆与野柳 价格竟然130万元有找 这一间物龄22年的大厦呢 其中这间14瓶大的套房 总价才127万元 换算成单价号 每瓶9万块钱就可以入手 能欣赏到这片无敌海景 原来这个社区是所谓的度假宅 通常是退休族群或是有特殊需求的人 才会购买 坪数规划上 从13多坪到21.7坪套房 到百坪空间通通都有 甚至还有企业老板买下整层 当作招待所 因此出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这里一共有6栋共500多户 但其实常住酒流的才30多户 风景是很漂亮 那再来就是可能它那边有一个 那个地理位置它有温泉 温泉的优势 再来就是龟火村的一个渔港 我知道那边是有在卖很便宜的房子 可是问题是那边生活机能就真的不方便 仔细观察周边位于半山腰上 距离市区5分钟的车程 附近没有公车站也只能开车通行 生活机能实在不太方便 度假型的产品 毕竟客户比较少 比较少的话 你像住家的话 因为客层比较多 所以价格上 就会比较轻的上去 但是你度假型的产品 就一定有一个需求性 所以它的只有 你说它长嘛 就是微虎微虎 像是附近的星光翡翠 2025年11坪套房约160万元 换算成单价才14万元 另外一间摘星楼14坪套房 总价130万元 一坪也只要9万元 在房价高涨的年代 实在真的是很少见 东西韩新闻 刘子腾林浩宇 新北报道 有网友在路上拍到一辆小车子 就没有车牌 颇往问说 这辆车看起来有点厉害 网友就马上说 这是长青界的超跑 这辆车有雨刷 有方向灯 有喇叭 如果觉得热呢 可以自己来装电风扇 只是时速只有11公里而已 一辆要加16万8 还是有不少人喜爱的 业者就说了 这辆车原本就是不用挂车牌的 到底为什么呢 我们找到了这辆车 带您找出答案 小小一台流线外形 一个按钮马上前行 这辆小车网路热议 因为有网友排下 他在路上行驶是一台无排车 还说这台车看起来有点厉害 马上有网友回应 我社区住户就有一台 红色双门跑车媲美法拉利 我们找到同款车 其实就是路上常见电动代步车的升级版 这台顶级的代步车 被称为是长青界的跑车 可以看到它的速度不快 而且操作很容易 那么因为不用驾照的关系 所以不管是在市区 或者是在郊区 都有很多人喜欢 钢梁和压克力版 组成的电动车可以遮阳防晒 下雨还有雨刷可以喷水 这辆车单人坐 两边都有门可打开 方向灯 喇叭 应有尽有 看起来很像一辆小车 行驶在路上 路人不忘多看两眼 还有人觉得好酷 一口气想买两台 很酷的 你会想要买一台吗 很想买 我想要买给爸爸妈妈他们 一台要驾驶6万8 如果少了两个门 也要是3万8千元 不便宜 速度最高只有11公里 虽然有窗户可以开关 但是门一关上 即便开了窗 在夏天还是有闷热感 业者说可以自行装上电风扇 买的人 就是得把他当成行人辅助器材 法规上 算行人属于医疗器材的一种 来卫生组织 我这个骑得很猜的 我骑到车来 我没有行人 对习惯用脚踏车代步的阿公阿嬷 觉得升级版代步车好 但考量价格等因素 还是会缺步 升级版代步车 跟电动车看起来相似 不过一个算行人 骑不快 另外一个时数可以到25公里 11月底就得领牌 两者不同 这个升级版的代步车全兆式 路上骑超酷 也得小心千万不可当车子 骑载快车道 东森新闻崔文佩带 而长张存储则是要因为设备被截断 可能会减少层数 而中国大陆的晶片 还有可能再进一步的被虐杀 因为美国两党都有参议员在推案了 要直接禁止美国联邦政府 跟中国大陆的晶片商做生意 14日的贝席会 台面上美国总统贝登说 绝对相信 没必要跟中国展开新冷战 台面下 美国持续加大力道脱钩 全方位打击中国半导体业 现在中国这头科技公司 为了规避美方禁令 正降低技术门槛 自费武功 另一头美国企业像是苹果 则是想办法找替代供应链 美国半导体设备供应商 应用材料透露 中资中芯国际 还有长江存储都在调整制程 前者据传正调整现有设计 改采17奈米以上的成熟制程 长江存储则是因为 128层以上的3DNN设备被截断 可能减少层数 原本想成为全球前三大NN的厂 现在不止冤枉难以实现 还丢了苹果这个重量级客户 据供应链相关业者消息 苹果暂缓长江存储 记忆体晶片供应后 已经找了三星电子来着火 而美国的绘图晶片大厂 帅先为中国量身打造 符合美方禁令管制可替代的 特工版A800晶片 现在超委等业者说不定 也会跟着推出特规品 来因应中国市场需求 毕竟美国虐杀中国晶片 一招比一招狠 刀刀剑骨 而且大决可还没放完 提案如果真的通过 过去又来限制华为和中兴等 中国电信业者的法规 就会扩大用到所有中国晶片商上 中国官方对此表达严重抗议 说美国如果来一只招 自家半导体商可是会损失 百分之十八的市占率 跟百分之三十七的收入 还会连带失去四万个工作机会 不过截至目前还只是嘴上说说 没有任何明确的反制行动 两国元首见面时看似平和 嘴上都说着对方爱听的话 但美中科技热战态势不变 双方依旧绵力藏针 暗潮汹涌 东三财经新闻张博祥 华凰天 综合报道 鸿海跟玉龙两大集团合资 设立的鸿华先进 成立了两年左右 就打算要迈入资本市场了 预计在明年的第一季 再创新版来挂牌 盛场预估每股的挂牌价 挑战百元大关 亮白色简约车身 这是鸿海和玉龙合作的首款 纯电休旅车 现在两大集团合资成立的 洪华先进 开出65项直缺 电子系统工程师 月薪上刊65K 年终两个月 大举真才拼 新车量产 今年大概可以做到 一万一 一万二 明年我们N7的加入之后 我觉得电动车 就会是一个非常蓬勃 茂盛的一个市场 洪华先进也力拼 夏季在创新版挂牌 每股挂牌价 挑战百元大关 对此鸿海表示不予评论 但夜间传出 鸿海董座刘洋伟 将亲自独军 甚至以双周会进行会议 现见鸿海有多重视 电动车版图 我认为 我坚持认为 许多公司的核心 有可能 影响国家的预产 但也认为 区别的核心 数学生锋 鸿海 红华先进挂牌后 持股百分之五十一的 鸿海有望更快达成目标 在2025年拿下全球电动车 百分之五的市占率 而红华先进的前身 华创车店 之前是玉龙旗下研发中心 过去让玉龙烧掉上百亿 现在与鸿海合作后 渴望遇火重生 以资本额155亿 每股挂牌价百元概算 鸿河先进市值有望超过1500亿 玉龙持有49%的股权 潜在利益可是超过700亿 假如这样的一个模式 能够在台湾的资本市场 获得肯定跟认同 其实应该可以把它当作 就是台湾的资讯业 它切入这种车用电子也好 或是电动车市场也好 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的模式 鸿海大力进军 玉龙积极转型 前者有资源 后者有经验 两大集团携手把柄做大 东森财经新闻张博祥 黄澳天综合报道 国泰疾控最近欢庆成立60周年 董事长蔡庸头送上了惊喜 他翻出了30年前的嫩罩来展览 让看过人都说 哇 好像韩国欧巴 不过国泰今年面临了 古债式的剧烈波动 今天的法说上也被问到了 会不会冲击到明年的鼓励发放 欢庆国泰经60岁生日 从切蛋糕就有惊喜 蔡家兄弟蔡宏图蔡振宇 在分家12年后首度同框 机会难得 老董真的豁出去了 蛮帅的耶 认得出来吗 这张农眉挺鼻的帅照 就是当时年仅38岁的蔡虹图 对比如今70岁除了多点白发 状态保养得宜 自律个性难怪能稳稳经营 资产11兆金融帝国 国泰庆祝走过60年 现场也盛大举办了展览 像是还展示了国泰人寿 史上第一个招牌 以及曾经卖出过的第一张保单 1962年开幕的国泰人寿 当时第一个保护 是时任财长严家干 买了一张十年期养老保险 没人能料到 员工数23人的小公司 能成长到现在5.7万名员工 当时觉得难走的路 也带你来到了现在 那董事长也是用这句话 来勉励我们全体的同仁 但也是保险让国泰 又经历惊心动魄的一年 国泰产险前十月 已经赔付180亿 年底前启动二次增资 国泰人寿则因为股债市波动 未实现损失2479亿元 明年能发多少鼓励 只能说尽量努力 前三季相对的讲很辛苦了 但是我想从九月底到现在 像这个月光台股 再回升的十几% 所以我想如果整个市场上 没有恶化再往这个方向走 我觉得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 在整个鼓励可以发放 同一天召开法说的张盈 则不愧是百年企业 前三季放款业务 逆势成长11% 前十月税后盈余85亿 赚赢去年全年 但持续受到通膨与升息纷扰 张盈看明年景气 预估保守 东森财经新闻在台北 采访报道 台湾的消费力还是很惊人的 尤其是金字塔顶端的客群 零售业者现在纷纷抢进顶级超市了 有业者是把超市开在了101 推出和牛限买限间 现在从统一全联到远东旗下的超市 都要抢供贵富荷包 日本恭喜和牛豪迈整片下锅间 但这里不是和牛餐厅 来到连锁顶级超市 就能体验到限点限做服务 抢金字塔顶端客群 靠客制化走进顾客新坎里 顶级超市最大不同 就是有一整区的进口水果区 像是这个只有手掌大的西瓜 就非常的特别 但这样子的服务现在还不够 就连超市也推出了水果限点限切 客制化服务做出市场差异 就连卖的东西也要有尊荣感 一片破千元的巧克力和牛 一组五千元的冠军茶 甚至是一罐6600元的顶级蜂蜜 商品价值高也让客单价 比起一般超市200至300元 多出了两倍之多 毕竟贵妇们消费实力惊人 这样的客群就连评价超市也要抢 一颗颗甜市堆得像小山 除了丹麦还能精致装盒 超市竟也卖起了水果礼盒 甚至有近千元的日本色香葡萄 和和歌山水蜜桃 就连商品种类也变得更加齐全 多了进口专区 真正两大柜都是日本产品 零售市场兵家必争也越来越分重化 同一集团加勒服旗下的Miyasabon 目前有22家店还进军101 全人则有四家旗舰店 持续增添顶级食材 而远东集团则有CitySuper 除了有客制化服务 还有达人包装礼盒 全台有八家分店 让顶级市场竞争越来越白热化 东森台新闻 刘子藤林浩宇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